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民进党政府所发动的不当党产的追讨行动 就还在台湾社会余波荡漾 其中的话 尤其是复联会 被认定为国民党的赋随组织 相关的资产都被冻结 都被清算 因此相关的行政程序仍在诉讼当中 为什么民进党要锁定复联会作为目标呢 这个时光要推移到当时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 复联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凭借着蒋宋美林的关系 我们看到大笔的资源投进了 不管是小丛逢争衣去绕军 大道的话新建郡村 还有包括很多的育幼院跟学校 让这些遗孤 还有一些军人的小孩子们去读书等等 都是复联会所扮演的角色 也因此在当时美国的盛家公司 还有日本的华侨还共同捐献了102辆的缝纫机 那那个时候的缝纫机 目前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法院的二楼 成立一个缝纫的工厂 虽然时代已经远扬 但是故事离我们并不是那么的遥远 到目前为止 缝纫机还留存在副联会的办公室里头 那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共同听一听 这段属于大时代的故事 在台已运作四年 与蔡英文执政时期设立的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简称促转会 在今年5月30号 以完成阶段性任务为名 拆下招牌解散 其所诉求的还原历史真相 去除威权象征等工作 后续有多个主管部门承接 不带大家处理 我们必须要过 促转会在四年中的运作形象 始终伴随着缺乏社会公信力的巨大争议 特别是在2018年9月 在网上被爆出一段会议秘密录音 使外界看到民进党追杀国民党的政治破坏手段 成为在台舆论的东场事件 重创促转会形象 风波至今仍未能完全平息 这段期间 被认定为国民党部随组织的复联会 名下388亿元台币的资产 就被以不当党产之名遭到冻结 曾与台湾发展历程紧紧相牵的组织 如今面临被迫解散的命运 1950年 为安顿从大陆撤签来谈的明星 蒋宋美龄创立了妇女联合会 扛起照顾军政的责任 兴建医院 创办学校 筹建眷村 安排烙军电影 成立御用院 在那个物资匮乏 人心惶惶的年代 妇联会以女力撑起台湾的半边天 这是一张缝纫工厂的排斑表 上面的名字至今仿佛还燃烧着热血 他们玩起衣袖 日以继夜的缝制军衣上千万件 将后方的祝福与思念 传递到烽火连天的前线 至于这张七零年代 全台193个眷村工程修缮计划 则具性迷移 登陆了项目 进度和预算 举番路灯公厕 水管垃圾 无一不清楚罗列 尽管公文纸上墨迹见退 但这段厚重的历史不曾被抹灭 如今曾带领台湾 走过风雨飘摇的复联会 正陷入前所未有的风暴 究竟复联会有什么故事 现在面临了什么困境 未来又有什么转型契机 今天的台湾版灯宽 为您细说从头 谢谢 好久不见 好开心见到你 完全 欢迎第一次到复联会的美龄楼 对 这个地方 这里充满了各种的历史 真的 很有时代感 希望这个美龄楼还是你们的 一定是我们的 好 我们来去看看 那时候的蒋夫人真漂亮 这个当时我们最喜欢的 他自己在 蒋夫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管夫人 然后这是振兴的小孩 当时帮他们去开导啊 复健 就是应该是复联会 最会智人口 参与人数最多的 缝衣工厂的计划 他很在意的是说 有一种大家凝聚共识 所以缝衣服表面上看起来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每个人学学就会了 但是他所凝聚的这个力量 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时就是由莲勤 去帮他们裁剪完了以后呢 就送来这里缝 当时的复联会 因为很节俭嘛 就说那你剪剩下来的 可不可以拿来让我们来 编布草鞋 他那边有布也有草啊 他说你这个剪剩下的布呢 可不可以还给我们 我们要来编布草鞋 物资真的是 然后莲勤呢 就送了一些 sample 回来说 剪下来的布 都已经碎都不能用了 所以就没有成功了 可是你可以理解说 在那个物资非常缺乏 耗尽一切的力量来努力 而且要支援前线 金马前线那时候 还非常危险的那个时代 今天如果我们脱离了那个时代 来看复联会 那就不会公平了 我们要好好的坐板凳 好好的两位聊天听更多更多的时代故事 那这就是他的纽约寓所所用的这些家具 我们认为他是很重要的文物 也很能够代表他的精神 和他的信仰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 我们来坐板凳聊天 好呀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地访问到的是 副联会的主委 这个雷健雷主委 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缝任机 不管是缝衣服啦 然后呢盖育幼院啦 盖这个卷社 对对对 但真正看到这些照片 那种感动又是真的很不一样 对 因为现在在党产会的眼中呢 这就是当时的叫做党国威权体制 我帮他们加两个字余孽好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这个党国威权体制 在他们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压迫人民的 如果你把它放到民国38年39年的时空背景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风起云涌的时代 金马前线还非常的危险 后面呢你要去照顾所有的百姓 并且要安顿到台湾来的 无论是政府也好 军队的这些大量的人员 蒋夫人用了他国际的领袖的高度 去取得了很多你无法想象的资源 大家总会觉得说 官夫人 官夫人 好像这些人呢就是呢 养尊处优 然后那遗址气使 那个也是用现在就是遗骨飞金嘛 你看到当时啊 他们如果真的仔细去看 妇联会的常委们 他们不是官夫人 他们就是妇女领袖 他们是一群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有教育家 有音乐家 有文化的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能力 跟他们所能够动员的力量 你想象不到那时候是多么危险 就是金马前线的人 每天还是面对着真正的战争 那个时候台湾是多么危急的状况 这些人承担了了不起的责任 那你看那个时候女人做什么事呢 妇联会在金门训练了很多的护理人员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伤亡 不光是军人的伤亡 有军民的伤亡 所以你有很多的护理人员 后来到了台湾呢 还办了33期的护理干部的训练班 就是护训班 训练了3000多个种子教官 就是让他们可以在他的社区 他的家庭 他的学校 去帮助其他的人 有基本的这种急救的训练 为什么需要急救的训练 因为危险 妇联会到台湾来以后的工作 我自己读起来呢 就是跟蒋夫人从抗战开始 一起当妇女 一直当妇女领袖 是息息相关的 在抗战前后的时候 妇联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运动 她的前身啦应该说 所以我常说这是妇联会的DNA 一个呢就是保育院 抗战时候的儿童保育院 抗战刚刚开始 蒋夫人就号召说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孤儿 你要仍旧要去保护他们 培养他们 所以她号召捐钱 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前前后后呢 他们收容了两万多个孤儿 那这个儿童保育院的传统 到了台湾以后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一江山的孤儿回来以后的 华兴育幼院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传统呢 就是妇女也要肩负其责任 所以之前有一个新生活运动吧 蓝薛你跟我年龄 差一点点 有印象 就是整齐清洁 简单 朴素 迅速 确实 就是让人民进入一种 比较文明的一种生活 这一支的运动就是 让社区能够营造的这种运动 等到到了台湾 我们开始建军宅 就是券舍啦 植物官舍以后呢 你会发现在每个地方 都有一群妇女 在帮助当地的妇女 去建立她们 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 甚至呢 去教导她们怎么样 能够有副业的能力 让她有经济的能力 让她的孩子 能够有育幼院可以去上 有托儿所可以上 去建立她们一种新的生活 所以这两支啊 我看起来都是 妇联会的DNA 然后到了39年之后 在台湾 她就重新的 在这块土地上面 找到由这个DNA 发展出来的事工 该做的工作 因为你得把它放到资源来说 就是在 我们现在讲的是 民国三十几年 39年之后 民国四十几年 那个时候 她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 妇联会为什么会开始盖军宅 马祖前线的指挥官 华欣全告诉蒋夫人说 他们在前面保卫台湾 可是她的家人 孩子们 还住在操场 厕所 寺庙 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 她的家人在后方是没有任何人照顾的 所以他们开始了第一个马祖新村 现在在桃园的 就是妇联会盖的第一个村子 就是帮马祖的这些人 他们的家人 让她在后方能够安定 使得他们在前方能够保卫台海 怎么可能是有一个妇女团体 在做这么大的一件事 那就一定要说到蒋夫人她的高度 跟她的国际声望 所以当她起来号召要帮军人的眷属 解决他们的住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台湾的人捐钱 有海外的人捐钱 还有很多外国人 像在台湾的美军顾问团 他们通通都捐钱来协助 当时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你怎么样安定和安置 这么大批的人 妇联会前前后后盖了18期 53026户的眷设 那么除了盖完了以后 你还要去处理的是 那边的人怎么样去开始新的生活 都是妇联会的这些前辈们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编列预算 去执行 去改变他们的整体居住环境 在没有电脑的时代 你去想象中没有Excel 然后画出一个表格 是用手写的画表格 那个村庄里面呢 他的卫生下水道目前进度怎么样 他的厕所目前清洁的进度怎么样 要花多少钱 有预算 然后有大家去清洁的工作的进度怎么样 是真的很认真 所以我觉得这些前辈 一张一张表 不是官夫人 他们是卷起袖子来 帮着承担责任的一群人 很了不起 所以你刚才雷姐特别提到 就是说妇联会其实他必须要转型 尤其当没有了蒋夫人之后 是后来走的这一段路 接下来妇联会做了什么 大家好像反而在那个时代意义退去之后 他本来在这一波被拿出来 这不管说叫做斗争整肃 还是叫做转型正义了 就在这个之前 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 对 他做了什么事情 妇联会以前做的那个大量的烙军 就已经不再进行了 所以就会把很大的资源 就挪到了一般的社会服务 跟社会团体词汇工作 妇联会看到了很少人 在关心的这个听损儿童的问题 除此以外呢 有一个综合的基金会 就是社会福利基金会 他用支援很多社服团体的方式 继续去分享妇联会的资源 所以这些年来做的 就是这一类的工作 所以在战时是做那样的事情 在成民时期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就是福洛基金 对 他主动的愿意去做这些方面的捐输 我们被认定为附水组织107年 我们的财产被没收108年 不过现在还在银行里面冻结而已 然后接着呢 我们109年被迫要取消我们的登记 也就是要解散我们的组织 再下来就是要没收 你现在在的美龄楼 一年一刀 四刀一直不断地杀在复联会的身上 既然复联会我们一路从半个世纪之前 一路聊到现在 他多半都在做些词汇的公益的这个事件 那为什么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非要锁定复联会 而且他用什么样的民意去认定 他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呢 一年一刀 目前的四刀砍在复联会身上 到底复联会要如何的跟这个政府 跟这个司法缠斗 这顿位于台北京华地段所在的美龄楼呢 就是复联会的总部 那他距离呢 西来狼网的三铁共购的台北吃蛋 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所以目前的最新的进度是 最高的行政法院 已经把这个市价高达9亿台币的美龄楼 决定收归充公 但是复联会也说了 他们拒绝搬迁 愿意当全台湾最大的一个丁止步 所以双方呢 他相持不下 到底呢 所谓不当的党产 所谓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如何定义 也就政治上面的小虾米复联会 对上大金云民进党 他的胜算到底有多少 而这场官司 对于整个台湾的民族法治 又有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 在2017年 事实上等于是在民进党政府 执政的第二年就开始展开了 有关于不管是促转会 或是党产会 不当党产追讨这样的一个行动了 其实按照他们的规划里头呢 是很有步骤的 我觉得一般人还没看得出来 他先把所有的资产先抓住 用不当党产委员会 然后接着呢 在你没有资产的情况之下呢 再成立了促转会 用这个促转会来做 所谓的转型正义 所以这么大起一举 所有事情就像是很正义之一 然后接着 再去做一个政党法 就把台湾原来的所有的政党呢 和后来又加入了政治团体 全部纳入规范 那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在它具有立法院的 多数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就通过了 那么通过之后 其实台湾就再无反对党的可能性 因为无论是党产条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要是针对它的主要对手 国民党 促转是要针对过去的 所谓的威权时代 要重新改写历史 政党法是要解散 他们认为其他的政党 和把剩余的政党 纳入一种绝对的规范 所以这一系列的做法 做到后来呢 都在复联会的这四刀上面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认定我们是赴水组织 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 主要的理由写到今天 都还是蒋夫人是蒋总统的配偶 蒋总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 他这个性别意识是非常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这个赴水组织案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财产权被剥夺 接着呢 在内政部所做的这个政党法里面 它要强迫我们从政治团体 变成政党 而在我们不愿意做政党的时候呢 它撤销我们的登记 这时候它所剥夺的 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同时也剥夺了我们集会结社权 因为它逼着我们只能成为一种组织 叫政党 对 所以你们等于是用你们的方式 在捍卫你们认为的民主跟法治 所以你们现在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只要它做行政处分 我们就不服抗告 就是他们的每一个行政处分 我们都在高等行政法院去提起告诉 复联会是原告 党场会是被告 复联会是原告 内政部是被告 所以我们就是告他们的行政处分 我们不服 有一个被驳回 对 说明一下这什么 好 我就说 其实台湾的法治环境在快速的恶化 最后被驳回的是最没有道理的 我们还不是附罪组织 因为这个案子正在审理中 那既然还不是附罪组织 你怎么可以没收我财产呢 所以没收财产这个 我们就要求停止执行 因为在你不是附罪组织之前 你的财产还是属于你的 对 因为前提怎么要先确立 前提要确立 前提不确立 你后面怎么走下去呢 所以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说 复联会的财产冻结 其实不是的 党产会是已经没收了我们的财产 只是我们停止执行了 它还在我们的账户里面 接着要求我们解散组织 这个案子我们也是不服 我们告了内政部 这个案子还没有审理 因为它前面的尚未概念 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 可不可以让这样消失 然后在人民团体法里面 本来有的政治团体的大项 既然还在人团法里面有 怎么可以现在说 你不改成政党 你就要被解散呢 所以这个还没有审理 那这里面最没有道理的 就是第四个案美龄楼 因为他们说 我们这个388亿呢 可能不是我们所有的不当财产 那么把以前捐来 新建美龄楼的这笔钱呢 也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的变形 就是这座房子 变成不当财产的变形 所以他们要没收这个财产 所以你看前面 通通没有审完之前 这个案子是绝对不该审的 可是我们在台北高的行政法院 停止执行了 因为北高行就会觉得说 这事真的不能处理 送到最高行政法院 换了人 换了脑袋 一天就驳回 所以只有驳回这个 美龄楼 就驳回了美龄楼 然后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当使用 但是 他们有采取任何行动吗 不让你们进来 他们要我们交钱 我们也不交 要你交钱就可以用 是这个意思 对 叫做补偿金嘛 交多少钱 要交105万一个月 这个真的狮子打开口啊 但是我们也不交 因为这个案子还没审完 就是虽然我不能停止你用行政手段去转移我们的财产登记 但是美龄楼是谁的 这个案子最后还是要法院判 但是当然我刚才说 台湾现在司法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因为现在的大法官就是当时写党产条例的人 所以你觉得他自己去审 他会怎么决定呢 自然那个案子并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结果 但是后面政党法要求政治团体全部要改成政党 否则就要解散这个案子呢 因为它完全影响到了言论自由跟集会结社权 他们全是蔡英文任命的 可是这批大法官 我觉得他们也会顾虑到他自己一世的名声吧 希望如此 我觉得一路讲到现在 因为李姐曾经担任过媒体人 然后也是民意代表立法委员 我觉得你会不会也是这样觉得很感慨 有些部分可能对于国民党来说 他可能强占了一些 他必须要去归还 但是重点在于说 妇联会从头到尾跟国民党的关系 你真的去翻开历史论 你愿意去看的话 他跟国民党真的是没有关系 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也不管你了 所谓的这些独立机构 因为党产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 都期待说随着时代的逝去 台湾是不是可以追寻一个经过转型正义 经过不当党产追讨 而重新从历史的商门当中站出来 该道歉的 该回归的 通通都一并处理干净 但是当这些独立机构 它不是那么独立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变成说 你难以去讨论 这些独立机构 他们自己的人 很多人是把自己当成东厂来处理的 有东厂的 有几意味的 曾经有过内部的文件跟录音带泄露出来 就发现他们真的是拿这个东西当政治图腾 他们自始 它就是一个政治图腾 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 而无论是蒋经国 或者是蒋送美龄 都是他们要打倒的政治图腾的一部分 步转会说是走进历史了 但它回归到行政体系当中 一样的散布在各个的一个部会里面 然后它一样的要针对这些 刚才雷姐讲到的所谓的政治图腾 在选举期间就是不断的去做这些操作 所以从媒体的角度去看它 你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官司 不管是跟这个行政诉讼有的官司 你们会那么乐观吗 我觉得我们在打的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官司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在捍卫的是言论自由 是集会结社自由 是人民的财产的保障 就是不受政府任意侵犯的保障 更且在争的是 政府不可以用任意的形式 去做报复性的个案立法 很多人都说你们没有赢面 你们自始就没有赢面 很多人是这样告诉我们 但是我常常想到 蒋夫人在当年 常常告诉复联会的前辈们 我们把它放在墙上 说你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最后他讲的是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是被一刀又一刀的刀追杀 很多人看起来我们是打倒了 但是在这四年中间 我们跟外面的慈善机构 我们跟司法 我们跟社会大众 不断地在重新讲述复联会的历史 这一场仗还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仗 求生存 求发展 争名欲 那打到什么时候 就是你明明不是附水组织 如何可以指路为马 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是非是公益 我们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讲清楚我们过去的历史 其实国民党是有一些党营事业的 这部分你会很清楚看到 其实它的一些人事案都是由国民党来做决定 是的 然后包括一些党营事业 还有预算 对预算 人事行政跟财务 但是你会发现互联会没有这些方面 因为它的人事业算都是独立的 所以我就说其实当你拿证据要说话的时候 目前确实党产会是拿不出证据来 但是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重点 我觉得对民进党政府来说 它现在对于媒体 它知道在这个媒体时代 拥有媒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媒体是今生的 那事实上他也知道拥有司法 是一个非常最后捍卫 所谓的正义的最后一条防线 所以很多司法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 某个程度 它其实是有点半蓝不半律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蔡英文真的是一个法律人 他很了解 怎么样去在法律上面去动手 马云九也是法律人 马云九会自我节制吧 我们客气一点讲 他一直都认为他的权力要节制 蔡英文在动手的部分 一边就是司法审判这个部分 所以他把整个审判的逻辑 跟审判上面最高的这些权力 都重新做了调整 我觉得台湾的司法的独立性 是日益减少 而司法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要打到什么时候 大概是打到地老天荒吧 因为虽然现在这么恶劣 但是我们只要有奋斗的机会 就会奋斗一天 嗯 真的是 我觉得当所谓的独立机构 不独立的时候 当所谓的民主进步党 大倒退的时候 对台湾来说 所谓的捍卫民主价值 捍卫法制的基础 我觉得来得更加的珍贵 就算是天荒地老 我觉得副联会也会代表大家 代表你要争取的言论自由 跟集会结社自由 跟所有应该要拥有的 这个民主法制社会当中 该有的自由 会继续奋战下去